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和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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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了來了來了 新歌來了 有聽過嗎 有 有 沒到我頭裡 愛上的家 時候 還是我承受的過 沒到你質疑 我看的 人頭 不該的路就怎麼走 啊 就像不永遠的 啊啊啊 卻不永遠 瘋狂 夢裡絕對不想 啊啊 都沒有問你 啊 我 啊啊啊啊 一場 前面的我 啊啊啊啊 一場 你前面的我 啊啊啊 一場 一場 不願的 我 啊啊啊 一場 前面的我 啊啊啊 一場 前面的我 啊啊啊 一場 我的世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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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 這時候必須來點掌聲 怎麼樣怎麼樣 希望在 38歲前結婚 唉唷各位 結婚宣言 格格的結婚宣言來了 為什麼要38歲前結婚 因為這個數字聽起來不錯 是 有一個人 嗯 對 Mr. Ron 有吧 有吧 最近找到了一個 很適合我的 那個 另一半 好討厭啊 放什麼閃啊 一個不會哪一天突然說 閃婚了吧 我覺得閃婚這個東西 從來沒有從我腦海中 消失過 是嗎 沒有飄 沒有浮現過 但是 就是 就是 never say never 今天狀態是不是超好 嗯 還行還不錯 最近 心情還不錯 去年開始 我就幫自己設了一些to do list 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之前的前任 都是同學嘛 就是一起上學 然後認識很久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現在29也沒有學可以上 所以想說 我好像可以不用一直這麼的死板 然後就 痾 之前可能朋友 介紹朋友給我 我就覺得好奇怪 好像聯誼 我就不要 然後去年我說好 我就真的去嘗試了 就是朋友介紹 然後去dating 然後就 有試過一些比較 不那麼適合的 but 我就把它寫成一首歌 這一次的對象是一件東西嗎 算是 很帥 他是不錯看啦 對 可是 我其實真的不是外貌寫 他是你38歲前那個人嗎 我覺得太早了吧 才剛開始欸 對啊 而且這樣萬一他在看 然後他覺得我在給他壓力 這樣 這樣不太好 對 就順其自然 剛剛說到有幫一些 就是之前不是那麼適合的 對象寫歌 那這一個Mr.Rise 你有幫他寫歌嗎 呃 因為目前還在 就是 剛開始 有一些 什麼想法可以寫 反正因為 現在除了EP之外 也在籌備完整的專輯 所以或許可以 可以有一首 所以會像師姐喬喬那樣子放閃嗎 嗯 放很多兩人的照片啊 欸我其實還蠻 不是放閃型的欸 我其實私底下很害羞 欸可是 你知道閃婚這個東西 他們說就是 就是一剎那那個 那個衝動 所以如果現在想說 好我要閃婚 就好像就不會閃婚 所以就讓他順其自然下去 然後 如果發生就發生 如果要結婚 會先跟公司寶貝嗎 會吧 會吧 應該會吧 對啊 吧